香港的持续动荡有一个意外效果 它成为一部非常全面 清楚 有说服力的政治反面教材 极其深刻地强化了 中国社会的几个重要认知 第一 动乱有损全社会的利益 它根本无助于解决一些人希望解决的问题 而只会让经济及法治环境恶化 给社会造成严重内伤 第二 美国和西方的政治 及舆论力量 的确对华美安好心 信不得 他们对香港示威的支持 很大程度上就是耍香港 要把香港搞成对付中国的棋子 他们介入中国其他问题 同样也不会带着善意 而只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设计策略 第三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 比内地人原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它的民生竟然有那么严重的缺陷 社会公平同样是软肋 而且那么容易被撕裂和点燃 以前内地社会 羡慕香港的那些东西 几乎变得荡然无存 第四 游行示威不是什么好事 它作为一种权力 潜含了很容易失控的破坏力 第五 民生建设很重要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这些认知都不至为 促进中国社会治理的正资源 换句话说 我相信香港暴力行示威大大推动了中国内地社会凝聚力的增加 强化了内地社会保持政治稳定的集体意愿 而不是对内地社会构成了紧迫的威胁 我个人认为 形成这一实事求是的判断 有着重大意义 香港的事情应该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 上述认知的自然形成 可以帮着省去我们社会 为了建立它们 而要专门付出的努力 对中国内地社会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 保持政治定力 从长远看有有力 促进的一面 中国内地社会因为香港事件 又多了一份成熟 更不容易被西方忽悠了 中国社会需要更加和谐 更理性 更有活力 不断主动解决内在的各种问题 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应把香港的事情 转化成中国内地社会 不断扩大治理主动性的契机 帮我们更有魄力 创造更多成就 而不是让它促使内地社会 把进一步加码应对风险 作为治理的主线 社会必须围绕民生 且不限于民生不断实现 实实在在的进步 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这应当是任何社会治理的总目标 好的社会治理要确保一个社会 在与其他社会的发展竞争中处于优势 这是保持长期社会稳定的根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